当地时间12月8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会见埃及总统赛西 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 中埃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更加凸显 中国和埃及理念相通利益相连 双方应该携手努力 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埃及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愿同埃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如期高质量建成 摘月十日城市郊铁路和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实施好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重大合作项目 中方愿从埃及进口更多优质产品 扩大投融资 疫苗联合生产 航天等领域合作 双方要推进鲁班工坊和中文教学 培养更多中埃友好的使者 中方愿同埃方以首届中阿峰会为契机 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就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加强对接 中方祝贺埃及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 沙姆沙伊赫大会 愿在能源转型 绿色产业 低碳技术等方面 加强交流合作 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合作 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赛西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 国际地位令世人瞩目 不久前成功召开中共二十大 我仅表示忠心祝贺 埃方很高兴有中国这样的伟大朋友 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埃中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 涉江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埃方愿同中方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欢迎中方积极参与埃及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敞开大门 欢迎中国企业赋哀投资合作 希望继续加强两国疫苗研发合作 感谢中方为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成功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合作 期待即将召开的首届阿中峰会 开启阿中关系新时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